因為太多東方人喜歡看日本的A片 那日本的A片有很多的劇情太誇張太假 甚至說他會做到一些不可能的事情 為什麼日本A片這麼的有名 就是他可以做到很多很誇張的 穿動啊 喝尿啊 猥褻啊 那是你看到都不好的好不好 可是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這種東西太多 所以導致很多亞洲國家的男性從小 就會有這種不對的性幻想 我舉個例子來講 請說 有一天呢 我到我一個男生家做客 然後呢 他有兩個弟弟是雙胞胎 六歲半 快七歲而已 我一到他家 然後我那朋友說我去上個廁所 等一下再出來 那你先跟我弟弟玩 然後我一到他家 然後看到小朋友 我說啊 好乖好乖這樣 然後他說姐姐我們來玩 我說好啊好啊 你們要玩什麼 我們來玩 互打 我說好啊好啊 他就拿那個假的刀給我 就是疫情交付 對 然後我們兩個就 打一打啊 然後就打進房間裡面 然後那個雙胞胎的那個大的那個弟弟 就突然之間 我在床上 他突然之間衝後面 他就突然這樣子 然後請請示範 他是恩齊喔 我是那個大的雙胞胎 他就突然這樣 加速 然後他就突然叫那個小兒說 把門關起來 蛤? 然後那小兒就把門鎖起來 然後那小兒就跳到床上 就這樣子 姐姐 可以接著他就擠我胸部這樣 就一直弄我 然後亂摸我 然後一直用頭擠我胸部這樣 然後我就在房裡面大叫 我就尖叫我 這樣 然後他哥哥就突然把門一直跳 你們在幹嘛 你們在幹嘛 然後他們突然放開嚇到 然後趕快把門打開 可是你覺得這是看A片學嗎 或許就不是看A片學 當然是看A片學的啊 因為就是那些小男生從小愛看A片 所以導致他們的心數不振 然後心味有偏差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只要有開始看A片的人 通常都會先看有卡紅的 我不會 可是你知道嗎 我的弟弟超愛看卡紅 為什麼我會知道 所以你找到了嗎 那其實你這姐姐沒有好好來去啊 不是好好來去 我是像父母一樣在教大家 你知道嗎 我怎麼發現的 因為這個事情我爸媽都不知道 然後呢 因為我長期住在外地嘛 那我偶爾會回家用他的電腦 那我有一次就是打開他的電腦 嗯 就發現 有很多是寫叫做黃色的東西 然後我想說 你真的很黃色的東西 你不會寫黃色的東西嗎 你要買是黃色的東西 你就會寫說 這是一棵樹 或一棵蘋果之類的 你不會直接就是 那口姐你弟滿滿的 直接寫黃色的 就寫黃色 那你弟滿直接的嗎 你怎麼樣去導致你弟弟啊 我不想導致他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覺得看卡紅蠻合理的啊 總比他去看真人的好 哪有 你看真人才是正確的關 你看卡通他會覺得 他會覺得 他看卡通非常多年了 甚至說我 有時候會想說 半年沒有看他電腦去看一下 他有沒有更新 有沒有更大腦 還是卡通 更新的卡通 我知道 你趕快把你弟弟電話給我 我覺得他要看真人 因為我覺得看卡通那個 太那個了啦 你們不要想到我老弟 我上禮拜不是 我有講說我要分享一個 我怎麼教我老弟 帶保險套餐 好 請說 就是這樣聽起來 是不是好像這個景點 有點澀澀的感覺 對啊 其實你知道嗎 是我一定要教 因為我 你知道現在我父母 是比較傳統 就是不會教我弟弟 這方面的東西 我有兩個弟弟 保護到他們十九歲才破處 蛤 因為我規定他們 你高中沒有畢業 不准給我就是 教女朋友之主 你牽手 也不能親嘴 那我非常騙你的啊 然後呢 可是呢 我又怕他們這中間 有欺騙我們 你知道嗎 因為我長期在外地嘛 結果來 有一次我去逛情趣用品店啊 然後它是那種 跟整人玩具在一起的 然後我買一些 有點情趣跟整人的東西 要送朋友當生日禮物 那我一個人去 不好意思 我找我弟弟去 然後呢 我到了櫃台要結帳的時候 你知道櫃台旁邊 都會放一些小東西 或出銷的什麼嗎 我就隨手看了一個 欸 螢光保險套 然後我就買了 買了以後 我就拿給我老弟 我說來 這個給你 你千萬要記住 當你用這個東西的時候 第一個時間 你一定要告訴姊姊 你一定要告訴姊姊 你跟誰用 什麼時候用 你聽到沒有 放在你皮包裡面 而且是保護你的安全 也保護女生的安全 他說好 試著姊姊 好 繼續說結果 我們就像大姐一樣 好 結果呢 我回去以後呢 我就離開了嘛 我就去外星室去念書 突然有一天 我弟打電話給我 我弟那一頭就打來 他就說 姐 怎麼辦 怎麼辦 我說什麼事情 你怎麼那麼緊張 我老弟就說 我 我遇到一個問題 我說什麼問題 你講 講啊 保險套我用了 我說你用了 你為什麼用的沒有跟我講 你什麼時候用的 你跟誰用 我 我弟說 我 我 我自己用 我說 可是他自己用是 他可能想要超級 然後我當下還聽不太懂 我當下 蛤 你自己用自己怎麼用 然後我想想 喔 他應該是看AP用的 然後呢 我說好 你等我 這禮拜我回去教你 什麼是正確的使用方法 然後呢 我一回去以後 我一回去以後 我老弟就跟我講 謝謝 他就刷子 姐 我真的很害怕 因為 我很害怕我再也找不到 適用我的保險套 我說為什麼 他說 因為我覺得我太大了 我那個戴上去都瘀青了 屁 然後就帶你去就這樣 然後我就說 唉 你真是精靈之外 你以為你的多大 那些白人比你大多 大你好幾倍好不好 你以為你是什麼東西啊 蛤 可是那為什麼他說會瘀青 他是買到就是 喔 我知道 因為我給他的是那個有螢光 然後是那個 手機吊飾 類似那一首你知道嗎 還是用手機吊飾 對 那一首 而且是沒有彈性的 然後他就會 他就會很彈性 然後彈到快哭出來 就想說自己的是不是 因為太大 然後沒有辦法帶 還帶到鼻青